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在上一集機殼推薦影片 大家的反應還不錯 但在下面留言區 有幾個觀眾又提出新的建議要求 告訴我說 他們不需要ARGB光害效果 如果側板也換掉強化玻璃 那就更完美了 我的天啊 這條件開得也太嚴苛了吧 等於是把現在電腦機殼兩項主流都拿掉 完完全全把它打回最原始姿態 可能接下來只能比內涵了 也有觀眾說 350元網拍賣的機殼就很好用了 但便宜的東西絕對是一分錢一分貨 也是有良又不齊的問題 例如側板鋼板厚度 超薄完全不平整 拿起來還會扭來扭去 最近有一個大咖YouTuber換說 機身鋼板薄 它都可以忍 但是穿線孔都不打 這就太過分了 所以為了不讓大家狂彩 我還是來推薦有點品質水準的機殼 比較好 免得搞死自己又招牌不保 所以今天要推薦的是由 ANTEC出品的P10FLOGS 極致散熱靜音機殼 說到機殼靜音專家 大家對ANTEC應該也不陌生 最具代表作的靜音機殼 P100與P101SILENT用過的人都說讚 但我必須說個實話 散熱和靜音是很矛盾的問題 你要機殼散熱好 必定在機殼內要多加許多散熱風扇 來加速冷熱空氣進入和排出 但問題是全部風扇全速轉動 散熱的噪音也是不小 而靜音機殼的做法 也只是把你風扇轉速 控制在低轉速 越低就越安靜 但這樣散熱速度就會很慢 把熱廢氣排出去 所以每當你在摸機殼時 總會覺得溫溫熱熱的 那就來看看ANTEC P10FLOGS 是如何在散熱和靜音之間達到絕妙平衡 LASS GO P10FLOGS為首款搭載 如特風流系統設計的中塔式靜音機殼 左側板為鋼板全副式無開窗設計 搭配後方手鎖螺絲固定 非常方便拆除 前面板有做金屬拉絲紋處理 搭配可調式雙開門設計 可根據自己使用習慣 或是電腦擺放位置 選擇你面板開門方向 看你是要右開門 或是左開門 都沒有問題 而且只要輕輕一推 就能輕鬆關閉 最大開門幅度可達到145度 要清理前方防塵網 也是輕鬆無按 強力磁吸式開關設計 可確保隔音效果 在面板頂部 預留有一個5.25吋開孔 讓你可以安裝光碟機 或是加裝延伸一組USB 3.0擴充座 P10FLOGS機殼 為首款搭配 NTech獨創FLOGS風流架口 散熱表現也能再提升一個層次 而在前方內置三個12公分無光氦風扇 後方也有一個12公分無光氦風扇 電源艙上方也一樣可以加裝一個12公分反夜風扇 可吸入側邊與底部開口大量冷空氣 直接提供顯示卡大量氣流 幫助降溫與提升系統效能 在上部為密封式無開孔設計 為了達到極致靜音 是沒有設計風扇安裝 所以機殼最多可支援到6個散熱風扇 而水冷散熱器在前方最大可支援到360水冷排 後方可安裝120水冷排 在前方側邊都有磁吸式大面積防塵網 下方則是有抽取式防塵網 都非常易於清理 後方PCIe擋板 提供7組重複可拆卸式設計 內建風速控制器最多可支援到6顆風扇 而面板IO部分則是位於機殼上方 提供2個USB3.0 中間則是麥克風和耳機插孔 一樣都附有防塵塞 保護讓你免於灰塵的困擾 而這裡還有風扇控制鍵 可依據你當下散熱需求 切換風速高低 機殼內部防罩靜音棉 在上方、前方、左右兩側 都有大面積防罩靜音棉 增強防罩效果 提供你絕對的靜音環境 真的在這機殼下了很大功夫 再求極致靜音水準要求 機殼內部最大可支援ATX尺寸主機板 而在硬碟擴充性 則可支援5顆2.5吋SSD固態硬碟 和3顆3.5吋SSD硬碟 最上方還可支援一台5.25吋光碟機 但要溫馨提醒一下 這光碟機支架是可拆除 在前方要安裝360水冷系統前 記得先拆除支架 安裝也會比較方便 塔式CPU散熱器最大高度可支援到17.5公分 顯示卡最長支援到40.5公分 要安裝三風扇大張顯示卡也沒有問題 電源供應器最大長度支援到20.5公分 如果沒有用到HDD傳統硬碟 也可以把這硬碟支架拆除來加大理線空間 背板的理線空間也有2.6-3.4公分 整理線路也算充足無礙 那機殼就先介紹到這裡 而這次要使用電腦零件為 CPU Intel i7-9700K和Z390主機板 顯示卡為華碩RX580 8G三風扇顯示卡 再搭配Model in H1-DE5S塔式CPU散熱器 來測試P10 Flux散熱和靜音能力 應該是足夠 那廢話不多說 快來組裝測試吧 GO G3-1-G1-T-U-RX4-4S13I-6-4S13I-719-8全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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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